大家好,我是Rex 今天要來簡單介紹9935週年紀念的外傳小說之一《無限之王》 本書的背景發生在1973年到1986年,剛好是第三季的前傳 這本小說也沒插圖,所以素材是隨便抓的 這支影片由於小說字數超多,我也會用簡素的方式製作 或許有一些為了劇情理解上的改編 有興趣的,大家可以自己找原作看 影片開始前也可以連人分享,那我們開始吧 在這本書中,麗莎麗莎是主角沒錯 但真正的主角其實是兩位原創角色 分別是奧克塔維奧,一位高大壯碩,有些好色 渴望有機會成為英雄的19歲青年 以及他在孤兒院從小到大的智友華晶 華晶雖然是啞巴,但卻聰明冷靜 具有高度觀察力與推理能力,他們兩位出生至瓜地馬拉 中美洲在70年代時有多起內戰 所以毒品、人販子、軍武,各種危險都發生在那邊 在1973年發生的第一起紀錄在Speedowogon財團的替身時間 此事件在未來稱為瓜地馬拉的怪物 簡單說就是這起事件犯人 瓜地馬拉的怪物有被乘坐魔彈或隱形子彈的能力 因為犯罪現場之後彈痕沒有彈殼 但這項是他有控制蒼蠅的能力 還能讓蒼蠅變成有鋼鐵般堅硬的外殼 所以麗莎麗莎用波紋癱瘓了所有蒼蠅後 輕鬆擊敗對方 而能夠找到這個瓜地馬拉的怪物 都是多虧了Speedowogon財團的現人 也就是奧克塔維奧和華晶 這是兩人第一次見識到超越人類理智的力量 波紋和精力之力 奧克塔維奧看到了邁向新世界光芒 如果不和Speedowogon財團一起離開 終生都只能被困在這個充滿罪惡沒有夢想的城市 這裡的人們雖然害怕連續殺人魔的瓜地馬拉的怪物 但平時更生活在一個沒有溫飽缺乏自由的世界 天空就像一堵牆 如此窒息 所以儘管遭到多次拒絕 兩人不放棄的意志 得到了證明自己情報調查能力的機會 並且做出成果後 麗莎麗莎接受兩人的加入申請 那此時的時間點1973年 麗莎麗莎已經八十幾歲 滿頭白髮 成為了年老但仍有韻味的美麗婦人 麗莎麗莎在第二任丈夫因為癌症過世後 成為了Speedowogon超自然調查科的科長 麗莎麗莎不顧兒子和部下的建議 總是前往前線調查 或許是曾經沒得在喬治的身邊 陪伴她離開這世界 自己在第二任丈夫身上了解的遺憾 也完成了對波紋的傳承 在收服了奧克塔維奧和華金的一年之中 奧克塔維奧希望自己也能學習波紋 但被拒絕了 因為麗莎麗莎看不出奧克塔維奧有才華 儘管如此對奧克塔維奧而言 太實深受麗莎麗莎吸引 不過對老人有這種感覺 所以奧克塔維奧總是會刻意對麗莎麗莎的態度十分不禮貌 好遮掩這種尷尬感 之後他們在這段時間調查了多起超自然事件 許多人稱為惡靈 而Speedowogon財團暫時稱呼為優體或者說精液之力 當然在未來這些事件都被歸類在替身與發的事件紀錄上 幸運的是這些事件都能被麗莎麗莎解決 現在還沒人知道關於替身的真相 Speedowogon財團只是注意到了 全世界都開始出現了類似的現象 並找到的原因是出自一個恐怖份子阿爾霍恩 他出生自富有的家庭 但金錢和女人從來沒讓他感受到快樂 就算參加戰爭 周遭的死亡也不會讓他有任何感覺 後來幾年擔任考古學家助理的他接觸到了劍 他發現了劍的力量 所以在世界各地畸行大範圍的行動 到處射殺平民 應該說他的目標是用劍觸發人體內的精液之力 但大部分的人和動物都死了 而活著的人有些成為了未來地偶的部下 阿爾霍恩後來採用其他方式 也就是拐走人類到自己秘魯的據點 那是一個巨大的堡壘 想要找出觸發優體的規則 所以進行了很多殘忍的實驗 不管是拷打或藥物都是 而奧克塔威奧與華金 找到了阿爾霍恩在秘魯的據點 在這個據點還關押著麗莎麗莎的兩位徒弟 但Speedowogon財團還沒有下令執行任務時 奧克塔威奧自行闖入 並希望能夠和阿爾霍恩交易 透過販賣追蹤阿爾霍恩的Speedowogon財團的情報 好得道見 希望自己也能擁有特殊的能力 這裡就要先介紹奧克塔威奧與華金的過去了 奧克塔威奧曾經家庭美滿 直到父親因戰爭去世 母親和兄弟死在了車禍中 那時他才10歲 當時十分猶豫的奧克塔威奧在孤兒院中是交不到任何朋友 認為沒人能取代自己的兄弟 奧克塔威奧害怕黑暗但不害怕黑夜 認為閉上眼睛後的景色遠比夜晚來的可怕 就在有一天晚上 奧克塔威奧在山丘上遇到了利民男孩 他叫做華金 不可思議的是 奧克塔威奧和華金相處得很好 華金是一個啞巴 所以奧克塔威奧認為和他相處在一起很開心 就算什麼都不說 奧克塔威奧也能知道華金的想法 他們一起長大一起玩耍 每當奧克塔威奧與女生們玩在一起時 華金會在旁邊助攻 當奧克塔威奧想做善事時 華金也會出手相助 奧克塔威奧不懂的知識 我華金就可以 華金總是會認真的讀書 替奧克塔威奧解決所有問題 奧克塔威奧不願意進去神學院就讀 但華金明明曾經很好也喜歡這些東西 卻願意跟著奧克塔威奧一起被孤兒院趕出來 兩人居然是真正的兄弟一樣 但是奧克塔威奧極度自戀 厭惡其他人遮住了自己的風頭 所以即便成為了當地龐大後巷的同事者 他的身邊只有華金 而當奧克塔威奧看見那些奇特的力量時 發現自己引以為奧的健壯肉體 在他們面前根本不算什麼 但阿爾霍恩厭惡叛徒所以拒絕了 也要讓奧克塔威奧經歷恐怖的實驗 之後華金闖入了城堡 去救奧克塔威奧 利用自己的超高智慧救到了麗莎麗莎的徒弟 還留下能讓麗莎麗莎找到這裡的線索 但這兩位徒弟只剩下其中的一位年輕女性莎莎 因為兩人都被劍射中了 只剩下莎莎覺醒優體活了下來 為之後波紋使者也能使用替身留下記錄 華金和薩莎救到了奧克塔威奧 也順便釋放了城堡中所有被抓起來做實驗 被劍射中的無辜民眾們 薩莎的優體叫做業力的陰慧帕哈羅 能力是創造一大群各種不同品種的鳥類 可以用作偵察或者自殺式攻擊 和帶著薩莎本人飛行 總之三人合理對抗阿爾霍恩的心腹 多斯桑托斯 一名儘管全家都被劍射中 未能覺醒優體而死 卻依然自願效忠阿爾霍恩 她的能力是綠之家 能夠操控植物的根莖 剛好城堡所在的之處是熱帶雨林 所以多斯桑托斯使用速階降臨 強得不要不要的 還能改造樹木變成石肉植物 會去吃人 由於薩莎因為這場戰鬥 才及時覺醒精英之力 使得不知道對方能力為何的多斯桑托斯 暫時停止攻擊、保持警惕 才讓奧克塔威奧抓住機會 抓住多斯桑托斯掐住她的脖子 華金和薩莎的鳥 把奧克塔威奧手臂上的繩子 拉到麗莎麗莎身上 使用波紋傳遞到多斯桑托斯 使其昏厥再起不能 這件事讓阿爾霍恩認為 奧克塔威奧和華金有了測驗的資格 所以在遠處使用十字弓向兩人射箭 而奧克塔威奧被射到的地方是腿部 當時奧克塔威奧就已經在城堡內部身受重傷 現在又被劍射 神經有了壞死的風險 所以為了救他只能截肢了 但這反而讓醒來的奧克塔威奧憤怒 因為他認為自己是沒有被劍選中 才會失去一條腿 現在自己什麼能力都沒有跑出來 反而是和自己一起被射到的華金 能夠安然無恙 反而是證明了華金得到優體了 所以奧克塔威奧嫉妒和憤怒 最後演變成了自卑 眼神喪失了夢想和野心 決定要離開Speed War跟財團 而華金也決定要繼續陪伴著奧克塔威奧 作為他的拐杖活下去 就這樣過去的十三年 麗莎麗莎已經九十幾歲了 但這幾年 亞馬興與鈴有了詭異的超自然事件 那邊有著永恆的夜晚 進去那裡的人再也沒有出來過 因為那裡有著傳說中的無限之王 無限之王守護著一個超大型的 毒品種植和販賣組織 賽爾瓦卡特爾 目標是南美洲的政治動盪 希望停止對原住民的種族歧視 並縮小貧富差距 而這個組織也確實做到了 他們利用這些資金進行更多的其他產業 黑白兩道通吃 估計年收入是50億美元 Speed War跟財團認為那是阿爾霍恩所為 他們多次逃過了Speed War跟財團的追捕 還僱用了詛咒的迪波和有兩隻右手的男人 所以儘管在喬舌夫的建議下 麗莎莉莎已經退休 而且這種熱帶雨淋的旅程 可能會讓他患上疾病而死 麗莎莉莎還是要決定要執行這最後一次任務 他先來到了迪蒂科克湖 想要詢問一名住在迪蒂科克湖的人 此人叫做皮斯可 是過去從阿爾霍恩的城堡中被解救了無辜民眾之一 那時他也是個少年 原本皮斯科拒絕見客 因為他是自己的格力道和其他島不相連的孤島 因為皮斯科無法控制自己的優體 他會在體內具現化出一種結石 只要是過去與他血液接觸的物品或生命都會具現出來 講白話一點就是讓他受到過傷害的任何東西 而且被具現化的結石都會和本尊有一模一樣的特性 這讓他每天都處在痛苦和疾病之中 不過聽到來者是Speed Wagon財團的人 皮斯可還是放莉莎莉莎進去 皮斯可認為自己深受詛咒 連正常生活都沒辦法 現在還在客人面前施禁 但莉莎莉莎成功絕斷了皮斯可 並利用自己的撥紋舒緩皮斯可的痛苦 讓他有足夠的意志去掌握替身 於是把全身的結石吸收後排出體外 這瞬間皮斯可終於控制自己的替身寫字記 為了報答莉莎莉莎 皮斯可答應了莉莎莉莎的要求 她在自己的體外具現化曾經貫穿過自己的劍 而莉莎莉莎拿起了劍 往自己身上刺 成為九十幾歲的老人 正常來說沒有足夠精神力去掌握精力之力 但修煉了多年波紋 與超越人類的生物戰鬥過的莉莎莉莎可不同 現在莉莎莉莎終於能夠看見幽莉莎了 於是莉莎莉莎帶著Speed Wagon財團的調查員 以及莎莎前往位於亞馬遜淤林的賽爾瓦卡特爾 在那邊永恆的夜是最佳的庇護 而一旦踏入岸上 由幽體獅者們組成的軍團包圍住了莉莎莉莎等人 而率領這群軍隊的人是花精 其實內心善良的花精 是非常喜歡在Speed Wagon財團的日子 所以花精希望莉莎莉莎他們離開 不過很當然莉莎莉莎拒絕了 莉莎莉莎希望知道 花精為何會在阿爾霍恩的手下工作 明明她不是這樣的人 於是花精決定帶著莉莎莉莎和薩薩前往位於深處的據點 正當莉莎莉莎做好與阿爾霍恩見面的準備時 她發現裡面的人竟然是穿戴著太合金意志的奧克塔威奧 莉莎莉莎問奧克塔威奧 為什麼要當阿爾霍恩的手下時 突然傳出阿爾霍恩的聲音 奧克塔威奧打開原本蓋著蓮子的鳥籠 裡面竟然是阿爾霍恩的頭顱 而且看起來就像是個木乃伊一樣 不過莉莎莉莎早就看過了更加詭異的狀況 早就已經見怪不怪 阿爾霍恩說 他們兩人到底發生什麼事 由我解釋比較快 回到家鄉後 奧克塔威奧與花精 被邀請加入革命 利用花精的幽體能力無限之王 革命將會很順遂 儘管最初很不情願 但他們還是被共同的圖書身份 以及南美衝突和苦難的故事所吸引 就這樣 當革命者過世時 兩人就成立了賽爾瓦卡特爾 創造了一個犯罪帝國 並以商業合作與阿爾霍恩接觸 但他們的目標是復仇 於是三人展開了戰鬥 阿爾霍恩的能力是 近距離威力型幽體的暗之星 能夠將幽體雙拳毆打到的東西隨機替換 像是毆打的城堡牆壁和道路會隨便替換 打中人 神經或血管會替換 手臂會變成腿 毛髮會變成牙齒 是很恐怖的能力 但即便被這種能力打到 奧克塔維奧想要復仇的怒火 比痛苦來的強烈 所以奧克塔維奧讓阿爾霍恩以為自己被擊敗時 利用原本在腿部 當被替換成手臂的抑制 利用鈦合金抑制的斷裂處 像是刀一樣刺殺阿爾霍恩 這給了花精有的機會 阿爾霍恩雖然利用暗之星反擊 但是打在花精身上卻沒有用 花精身上有著黑色的斑紋 那些斑紋就是他的能力 阿爾霍恩意識到 原來那些斑紋就算被交換也還是一樣 是沒有改變一模一樣的黑暗 所以無力阻止花精 花精使用幽體召喚出了黑暗的漩渦 裡面跑出了一頭怪獸搖斷了阿爾霍恩的脖子 就在那一刻 阿爾霍恩利用暗之星交換了他的顴骨和心臟 以維持他的生命功能 所以能夠以頭部存活下來 但也因為失去的身體再也用不出幽體了 所以奧克塔威奧並吞了阿爾霍恩的組織才得以接手劍 創造更多的幽體使者 組成了一支可怕的軍隊 並在這個永恆的夜晚之中生活了幾年 奧克塔威奧渴望成為最強 放棄了良心和道德 他認為這是為了在第三次世界打戰中所做的準備 幽體軍隊助以對抗普通的人類軍隊 而滑金的能力創造能包圍5平方公里的黑夜 據連能安全的建造在這永恆之夜中 於是奧克塔威奧告訴迪莎迪莎 雖然很感謝曾經他為自己做了一切 但如果要阻止自己的話 他也毫不猶豫的殺死麗莎麗莎 於是奧克塔威奧下令讓滑金使用優體把麗莎麗莎給殺了 滑金拒絕了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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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在哪裡吧 呃呃呃呃呃呃呃 不是這裡 還不是這裡 不吃 就會被吃 他們會燒滅這裡 我們會被擊潰 會被撕裂 我們會永遠被埋葬 雖然莎莎大聲呼喊 希望兩人能夠回來 但華金最終還是屈服於奧克塔維奧 他被爆破所震撼 被強行搖晃 被理性割斷 被奧克塔維奧的堅定意志所同化 被衝動所驅使 麗莎麗莎察覺到 他一開始就是這樣的 他們一直是這樣 不管是和Speed Wagon財團在一起的時候 還是不跟Speed Wagon財團在一起的時候 啊 明白了 麗莎麗莎終於明白了 將他們包圍了命運的真面目 接下來的華金釋放出了令人窒息眩暈的脹氣 但不只如此 脹氣開始聚集變成了巨大的漩渦 接下來華金張開雙手 從漩渦中突出了類似許多繭的東西 而且馬上就孵化出了許多仿佛想像中的怪物 準確的說是人類內心的恐懼 具現化成的怪物 開始不分敵我 甚至對華金的手下們攻擊 薩薩的鳥也不例外的遭到吞噬 這就是恐怖的無限之王 也看如此 麗莎麗莎下電決心了 這是他這一生唯一一次 也是最後一次 使用自己的優體 其名為地球之家 那是近距離威力型全身紅色 有著女性的襪型 胸部有著太陽和月亮 腹部則是地球 有張微笑的臉 連麗莎麗莎都是第一次看見自己的優體 奧克塔威奧對形象如此清晰 氣勢如此驚人的優體驚嚇到了 這真的是 90幾歲的老人會有精神力嗎? 你看得見對吧? 麗莎麗莎詞話一出 奧克塔威奧感到十分不安 原來如此 不管是在維蒂瑪拉還是秘魯 甚至現在 你都看得見戰鬥的潮流 華金 你還記得過去的記憶嗎? 我是說在遇到奧克塔威之前 閉嘴 不要再說了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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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只有一個阿華金 你是這個世界上第一個 這個擁有自我人格和人類身體的替身啊 哈哈哈哈 啊哈哈 原來奧克塔威奧在過去遇見滑金的夜晚 是因為覺醒了驚異之力 他的替身是為滿足他的渴望誕生的 連外型都是奧克塔威奧喜歡的混血兒 一個彷彿是真正的兄弟 完美彌補奧克塔威奧的缺點 也不會強過他本人亮點的自由 一個有血有肉的真正人類 那就是滑金 也是奧克塔威奧的優體 滑金聽見這項後十分崩潰 因為他發現了原來自己不管如何 都會順從奧克塔威奧的原因 只是因為自己是優體 所以總是會在奧克塔威奧需要時 保護他、支持他 麗莎麗莎知道 滑金是奧克塔威奧十歲時誕生的優體 所以還擁有著曾經與奧克塔威奧還有的良心 但這一切都被現在的奧克塔威奧拋棄了 其實在過去的研究中 就發現了由劍能激發優體更強大的能力 所以曾經阿爾霍恩射向滑金與奧克塔威奧的劍 使滑金得到的進化 成為了控制夜晚 帶來恐懼的無限之王 面對永恆的黑夜 寒冷的低溫 以及無止境誕生中的怪獸 現在的亞馬遜雨靈就仿佛是世界末日 不過莎莎發現了波紋對這些怪獸有用 因為就像是怪獸也是生物 而波紋擁有來自太陽與生命的能量 所有生命都無法對抗如此力量的 如果說莎莎是鳥之力 奧克塔威奧是夜之力 那麼莉莎莉莎就是波紋之力 地球之家從口中 吹出了足以壓制人類的十二級颱風 但不只如此 這陣風事先從大地 吸取的珠沙 鉗 泰 水鷹等 微小的粒子都是超導的 構成氣體的分子發生電離 分成洋粒子和電子運動 具有類似太陽風的性質 也就是說可以讓波紋附著 莉莎莉莎將波紋灌入地球之家的風 在這種風中既然出現了歷代波紋戰士的身影 使用了肥皂炮的高級戰士 與其使用波紋鋼球的搭檔 這陣威力強大的黃金之風 讓奧克塔威奧的皮膚都稍微有些燒焦 就在一瞬間 原本那些要襲擊莉莎莉莎的黑暗怪獸們 竟然全都被這陣黃金之風給擊敗了 但強大的颱風也造成了地基的不穩 現在莉莎莉莎和奧克塔威奧與花金位處於懸崖上 奧克塔威奧不放棄的襲擊的 還想要勸說自己放棄的莉莎莉莎 正當莉莎莉莎因為年老來不及反應時 花金抓住了莉莎莉莎 並馬上推開了奧克塔威奧 優提竟然能違背本體的意願 但莉莎莉莎沒有多想 抓緊時間讓地球之家 攻擊那讓自己墜入黑暗的邪惡本體奧克塔威奧 於是地球之家發出 搖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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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出了利數雙A的連續快拳 不過華金還是抱著奧克塔威奧 希望能替他多承擔一點傷害 兩人就這樣墜落於下方 那充滿著屬於無境黑暗怪獸的地獄神院中 莎莎希望自己的老師能拯救他們 於是最後以持續用著黃金之風 吸進這所有的罪惡與黑暗之手 但兩人的身影早就消失了 在這場戰鬥之後 莉莎莉莎住進了養老院 一瞬間蒼老了許多 火焰已經猛烈燃燒過,只剩下最後的灰燼了 喬瑟夫與4GQ探望了麗莎麗莎 喬瑟夫聽完了所有的故事後 麗莎麗莎還補充 自己之後還是有見過那兩個人的 只不過所有人都不知道 或許麗莎麗莎說的是真的 但也可能是老了,出現了幻覺或者在做夢 喬瑟夫問母親 所以這種超自然的力量 要被稱作精液之力 還是惡靈、怪物或者幽體呢 麗莎麗莎視線超向遠方的風景 緩慢的說道 朋友 喬瑟夫笑了 雖然理解母親的心情 但覺得這種稱呼有點曖昧 在最後與母親的道別 喬瑟夫擁抱自己的母親 雙手都在顫抖 但麗莎麗莎告訴兒子 沒關係 你還有應該前往的旅程 在兩人離開後 麗莎麗莎坐在湯椅上 柔和的睡意從天而降 麗莎麗莎無法知道未來的到來 現在的她已經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緩慢的閉上了自己的雙眼 而喬瑟夫讓妻子先回美國 因為自己要先前往日本 尋找外孫陳太郎 在機場上 喬瑟夫拿著最愛的日本MP3 播放最近很喜歡的歌手 搬衣襟的Stand by Me 喬瑟夫想到了 嗯...朋友嗎? 那就叫做 幽波文Stand by Me 伴我同行 在自己身邊的替身Standle吧